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薛大哥呀 来自白城 人特别老实 也特别能干 现在呢 自己养了一个小货车 在一家物流公司 坐着拉货的工作 一个月收入个四五千块钱 啥问题没有 薛大哥说了 他现在找对象啊 别的啥也不看 就看一条 什么呢 就是这个人呢 必须得会来事 薛大哥 哎 这是有活啊 今天呢 这是咱们的车吗 这是咱们的车 这装的是什么 装高点 装点高点 薛丽维 55岁 白城人 鱼翼 月收入五千元左右 住房面积三十六平方米 今天几点过来的呀 早上七点多 头上这家都出的 是一直在这等活吗 对 家里这近 你就给这家等 今天是那趟拉三趟活的 早上一上午拉三趟活的 早起你给我发肥金的工 头一趟我都出去的嘛 那这三趟活能 大概收入能有 嗯 两百多钱 嗯 下午再碰一趟 百八的 一天 毛的 三百多块钱 薛大哥说 他的老家在农村 离婚后到城里打工 平时吃饭啊 能对付一口 试一口 现在拉货的收入啊 也很稳定 就想找个老伴 安稳的过日子了 现在那有多少老货 我定点的有 八九个了 那个 要价不高 都因为咱实惠 都跟咱能 能定下来这活 这就来一桶金 一张片 日子啊是越过越好 薛大哥啊 不愁吃不愁喝 那他现在 还有什么样的心愿呢 回来的路上啊 他落出了心里的磕 就说你刚才说 这晚上能吃狗肉 花点啥热口 真挺高兴的 那对 你挺希望这种生活 这别渴望 回家 别说哪吼屋子了 回家他说 有个热口被窝啊 知心的话 没说够 薛大哥啊 请咱们去他家 接着唠 顺便啊 看看他新买的房子 刚装修好的家 房多大面积啊 35点多 35点 我看是同样的 嗯 还行 有两个住 只能是宽敬的 这边是阳面 对 这是阴南面 小贵亭连人厨房 这屋是上卧室的 这边有个楼梯 是上阁楼 阁楼我没去等 没去等下 阁楼你说是从这里面上去 哦 这里面是柜吗不是 是 这边 哎呀 大点 哎呀 还有个阁楼呢 嗯 这是柜里暗藏玄机 哈哈哈哈 暗藏玄机 哈哈哈哈 都下着叫 哦 大葱 嗯 大葱白菜 鸡蛋 大白菜 嗯 鸡蛋 反正里也有动作 我有用 这个是平时吃的咸菜 对 咸黄瓜 咸瓜吧 这吃的也是挺简单的 哎呀 吃一口都中外呢 徐大哥说 他的老家在农村 离婚后到城里打工 平时吃饭啊 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现在拉货的收入啊 也很稳定 就想找个老伴 安稳的过日子了 往老家一走 这个老爹老妈一看 那俩爷回来的 这跟爷子回来他俩心情 找一个 能回来事的 赶紧理出去 给家有个吃一口肉饭菜 在薛大哥眼里啊 女人得会来点事 有眼力见 要是能替他答对好 家里迎来送往的亲戚啊 那就更好了 我家家住大 家住大 我那个逢年过节的 我哥四个结俩 我那姊妹六个都回去 都回去 这是来人去解 另外包括来人去解的 我家这人呢 打得也不那么太好啊 那东西自己家人需要咋子啊 吃个茶倒个水啊 拿个烟啊 这是理解的问题 你这个理解 你要东北小会 晚家这个家族吧 那些接触 人也是多啊 这就是 别说别人看不看我 看不看了 那你解决是什么 怎么大不一定要来啊 不会来事 解决是吧 你多会来事 算会来事 再说农村 往里做 这么简单的话语嘛 怎么呢 这话你都捞不上来 那我感觉是 有点 隔晚那个家族 不能融到一起